鼓励夫妻生小孩 高雄市明年元月起将要调高生育津贴 从原本第一胎一万元增加到两万元 第二胎则是维持两万元 第三胎则有三万元 家长如果不领现金津贴的话 也可以选择坐月子到宅服务 社会局期盼透过生育津贴的加码 来减轻家庭育儿的负担 参加市府长期照顾中心成立记者会 社会局长黄英元宣布 生育津贴加码的这项好消息 109人以后我们就调整为 第一胎两万也是二二三 第三胎以后还是三万 我们逐年市政府的财政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258 实践市长的一个政线 所以说我们就踏出第一步 今年是第一胎变两万 109人变两万 然后就变成明年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235 后年到258的一个目标 黄元元表示为了鼓励生育 市府调整生育津贴 其中第一胎从原来一万元增加到两万元 第二胎同样也是两万 第三胎则是三万元 而未来将是市府财政状况调整 如果家长不领现金津贴 还有其他可以选择 还有一个作业值倒载服务 这项服务 那如果第一胎80个小时 第二胎160 第三胎240个小时 这个市民朋友可以选择 你生育津贴或者是作业值倒载服务 这两项服务 其中择一来领取 另外109年元月开始 年满两岁的幼儿 如果留在原来的公共或是准公共托育 也将可以延长领取托育补 住到满三岁前 社会局希望借此让照顾不中断 幸福更加满 打造高雄成为友善育儿的城市 记者王思武 吴炳原 高雄报道